今天我跟大家介绍的是 WingFinder旁足相机对焦的方法 Hello 大家好 我是Frankie 其实有一些新手 刚开始用WingFinder的时候 有一些对焦的问题 弄得不是很清楚 就担心就是 手动对焦会不会很难 任妇 对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困难的 那么其实WingFinder旁足对焦 是一个 叠影的对焦 比如说 照一个人的时候 对焦的时候如果没对好的 那就是两个影子 当你对好的时候 就两个影子叠在一起 已经变成了一个影 那个时候就 代表你已经对好了 其实 并不难用 只是你要加一些练习 就很快会 熟悉了 另外一个就是 那个Live View 就是一个 实时的取景的方法 实时取景的其实就是这个了 好像现在你看到 有个画面 我开了那个Live View 那很容易 就是你可以把它 看到什么就拍什么了 比如说还可以把它放大 放大5倍 10倍 1倍 都可以 那看你当时想拍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你去调整 或者是自己的习惯 而定 好像现在 他还有一个峰值 比如说现在 我是 测定了是 红色是一个 对对准的时候 那里 好 然后就按 轻按一下 那个快门 然后就 release到那个正常的画面 然后再按下去 快门 他就 拍摄出来了 好像你现在看 Pay 放大时候都是清楚的 这个是很简单的 不过这样 这个只 可以在那个 240 MP240 或者是Monocomb的 M26那里可以用 还有最新的M10也可以 但是其他的胶卷的相机 或者是M8 M9 都 没有live view 就不行了 第三个方法呢 就是利用那个 景深尺的原理 然后就 目测 那个距离 然后对焦的 这个方法其实就很 原始 但是也很 实质 好像 先应该这么说 先说一说那个 景深尺的原理 这个景深尺 好像这个镜头呢 现在我把它 扭到 3米 那然后 你看到把光圈收到 5.6 先说说这个原理 好像这个 这里 镜头呢 有两边 都有数字 这是二光圈 就是二光圈 四光圈 5.6光圈 8光圈 11 16 这边也是 二光圈 四光圈 5.6 8 11 16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比如说你放到 5.6的时候 它5.6 就是大概是 2米前一点点 大概是 1.7 左右了 那个距离 然后这边呢 5.6 都对到 10米 这个距离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到1.7 米 到10米 这个距离呢 都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那个成像都是 Sharp的 锐利的 就这个意思 好像现在我先拍一下 这个 这个招牌 这个招牌 跟我的距离呢 就是3米 这个 镜头是28 可以看到这里了 然后把它放大 可以看到招牌上 就算是28 这个招牌上的字呢 都很清楚的 你看到每个字都清楚的 又利用那个景深 然后就 目测距离 的拍摄的方法 我们不断有影片的上载到网络上 希望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给个like我们 还有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